就算沒有曬太眼要多吃維他命D喔 好的好的維他命E維他命D 然後你要去弄那個土啊 然後要記得去澆水 然後你要幫他撿那個財 是不是感覺在停產專業 有 有 完了要掉淚了 我就開始說這集會哭吧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Sandra 嗨我是Nita 今天呢 我們想要來聊一些比較內心的話題 就是20歲跟30歲之間 到底有什麼 內心上的差異跟人生的一些感觸吧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都會講說 啊什麼女人到30歲就是一個警戒點啊 一個警訊啊什麼的 It's not true 就是年齡只是一個數字 欸Nina現在是29 我28 抱歉 所以還沒還沒 那我想先問你 就是你過完那個30歲的生日 最大的感觸是什麼 感覺非常的mix 一開始會覺得天啊 我要30歲超不想過生日 就是你終於要跨過那個 2到3的一個階段 因為我覺得以前1到2 沒有那麼大的感觸 還是一個小矛頭 就是一個小矛頭 但是我覺得2到3的感覺就是 你會覺得你要對你自己的人生負更多的責任 不能只是在像以前年輕的時候說 沒關係啦我還年輕的那種感覺 對於你可能已經即將要步入30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蠻可怕的 因為我今年就29 對 然後我覺得29也是一個分水餅 身邊大家在focus的東西都不一樣 所以以前可能20幾歲的時候可能還在 喔畢業喔我不知道要做什麼 其實現在就是真的大家要嘛 有些人例如說創業的創業啊 但大家可能很努力的在做一些東西 有些人已經做出一些成績了 對 那有些人可能還是在很努力的狀況下 就是雖然我覺得這次每個人的時間都不一樣 所以沒有關係 可是我覺得大家的心態就是都不一樣 可以把這個分成好幾點來看 愛情、友情、親情、跟你人生目標 這些東西去看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從你以前20幾歲的觀點 跟你現在去看這些事情的觀點 是完全不一樣的 第一次分享好了 就是我覺得像我以前 譬如說20幾歲 對於友情的看法就是 因為你也知道我以前很愛出去嘛 一個禮拜每出去三天 我就覺得這個禮拜沒過好 身體有點不舒服這樣 太過動 Energy太多 就是一定要出去 然後這本次出去之後 我就是很想要一直認識新的人 就是像現在30歲就會覺得說 I want to keep my circle small 我還是想要認識一些新的人 可是我覺得就會很注重 這些人的quality 就是我覺得quality 太多種 例如說 聊天可以聊得很深交 或者是可以給你一些好的意見等等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差距 那親情的方面 我覺得最大的感觸就是 以前可能小時候 爸爸媽媽就在工作然後很忙 對 但現在看自己的爸媽會發現 他們真的有一個年紀 對 對 真的 這是我超有感觸的 可是我覺得像以前20幾歲的時候就是 完全不會注意到這些東西 我媽管我或是我爸管我 我就會覺得 有點煩欸 幹嘛一直管我啊 我都已經20歲了 我現在自己回頭想說20歲了怎麼樣 不過小毛頭一個 10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但是我覺得真的 這一段時間是大家 人生變化最大的時候 對 你以前20歲想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你30歲的時候會這樣想 我是覺得30歲應該是一個 人生超重要的專利點 真的 我覺得30歲已經是 很多事情已經在 確定的狀況下 例如說是工作事業啊 或者是感情 或是朋友 你也慢慢的就settle下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 蠻重要的階段 男女朋友的時候可能會比較注重在 這個人是不是真的是對的那個人 不是像以前一樣就是覺得說 沒差就是 也許這個不適合再換就好 對 可是因為現在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 然後我覺得也就因為這樣子 你會變得比較picky 因為你會覺得說 我沒有辦法再浪費我時間 所以我也不能隨便選一個人 假設我真的跟他在一起一輩子 他是不是會讓我更好的那一個人 真的 這幾年真的過超快的欸 對 尤其就是2425以後 這時間就飆著 可能就是還有這個疫情吧 你不是覺得這個疫情 搞得大家 奪走我兩年的時光 沒錯 我每次都跟我爸爸講說 我覺得這個疫情 奪走我人生最寶貴的兩年 真的 可以還我兩年嗎 還我 對啊 我現在明明就還28好嗎 我現在還26好嗎 給那些 還是單身分的朋友 然後可能也像我一樣 要30 或是快要30的人 我覺得其實也沒什麼好回心 就是有時候 比如說你滑Instagram 看到大家已經結婚生小孩 看到什麼很浪漫的秋婚結婷那種 我覺得其實也不用覺得很回心 或者是覺得很喪氣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反而是一個 你最好成長自己的時間 對 真的 因為你會學會自己 去找到一個更適合你的人 所以 就算現在單身 但是至少你知道 你自己不要的是什麼 對我覺得這其實很重要 我覺得比較好是 靜下心慢慢來 因為我覺得 這種東西是急不得的 也可以好好跟自己相處 我覺得自己相處的時間很重要 對 我覺得這個也是30歲之後的 一個感觸 對 就是我覺得以前20歲的時候 都會覺得 盡量的不要有自己的空閒時 可是我覺得一直從 我大概27 28 30 尤其我在國外工作這段時間 就是 學會自己 跟自己相處 不管你是去看一本自己喜歡的書 然後或者是自己看一部電影 我超愛自己看電影 我不喜歡跟別人看電影 但是都是在自己家裡面看 對對對 自己大家可能在Netflix上面 我喜歡自己坐下來好好尋賞 然後如果看到那個感人的電影 要哭還要 對還要 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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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看都可以 然後哭得 半七八糟 我是一個看電影 超愛哭的 我是哭爆哭懶 然後是哭 我覺得就是 你要找到可能 自己覺得好玩的事情 或者是覺得自己有興趣的事情 然後去培養 然後跟自己相處 因為我也知道很多人 他談戀愛 可能是因為他 不知道如何跟自己相處 對 所以他沒辦法有空窗期 他沒辦法 自己跟人去做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對 學習跟自己相處 然後把自己準備好 然後也許有更好人出現的時候 那時機對了就會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人 要是可以讓我們彼此都是 成為更好的人 更inspire each 就是一家的人 我覺得今天我突然變成 一個愛情角色的感覺 可能因為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我覺得 對啦也是 20歲 人生中很重要的東西 20歲就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不喜歡跟他滾 每個人的人生 大概在30歲左右的時候 真的都要面對非常多的抉擇 對 然後有很多不一樣的挑戰 就是每天會一直來 我覺得30歲這年 是一個你開始很像在 真的成為一個大人的感覺 也不是說我們20級都不是大人 其實那種心態上的轉變 是更不一樣 是在下個階段 對 然後這個時候 你可能很多東西 已經不會講究了 對 例如說你要吃飯 你會覺得不用像以前一樣 可能狼吞虎咽吃一堆東西 對 你可能會選一些 比較精緻 比較好吃 可能有一點價位 你也覺得沒關係 嗯嗯嗯嗯 要賺錢的可以對自己好一點 物質上 也不是說一定要很物質 可是你慢慢的東西 可能會用一些比較好的 到下一個階段 你已經不能將就 你要慢慢的要去講究的 這種感覺 我發現就是 可能也是因為年紀漸長 然後突然會變得很愛照顧自己 對 就是我覺得 很重要很重要 對 在吃方面也是 我以前是亂吃的 你以前年輕應該也都 蠻亂吃的 可是我覺得 一直到後來就會覺得 真的要照顧自己 真的 健康很重要 大家健康很重要 大家健康真的很重要 好好照顧健康 因為你要想說 你要是不健康 你很多事情都不能做 真的 對 會學著自己開始要吃健康 會學著自己去 煮一些健康的東西 所以我也是慢慢長大 才開始學什麼 要吃原型食物啊 做原型 正方性 各種餅乾啊 大家應該知道原型食物是什麼吧 就是食物原本的樣貌 對 我以前的食量超大 哈哈哈哈 吃什麼吃到飽啊 然後爆吃 然後炸裂 哈哈哈哈 然後 是不是很想吐這樣子 冰淇淋給他挖超多 對 哈哈哈哈 他跟大蒜 狂挖 吃八坨 對 算說現在要30歲 但是其實我覺得 人生想要做的事情 還是非常多 對 那這些所有的事情 真的要被 在你有一個好身體的狀況 像你開始去做這些事情 有沒有什麼事情是 現在還覺得 一定要趕快去奮鬥的 對我來說就是旅行欸 因為我覺得旅行這件事情 真的如果你60歲70歲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比較想要在一個安定的地方 對 很愛旅行 所以我覺得 趁年輕的時候 還能多出去看看的時候 還能 還能經得起 那種大風大浪的時候 我所謂是真的 就是下大雨的時候 掛台風的 為什麼要掛台風的時候去旅行 就不小心遇到啊 好 可以可以 就是你還能比較 客難的時候 對真的 我覺得是 有一種 覺得 我覺得是有一種 覺得 就是 對我再縮手 就是我覺得好像 事業一定要很努力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就是 一定要做出什麼成就來 如果有什麼想法的話 我覺得就是 感覺要趕快去執行 然後趕快確定自己 要走的路 所以 我覺得啦 大家真的不要為了這個數字 就是年齡真的只是一個數字 對 你要是心態還是年輕的 你根本就不用怕 就是我覺得 這個30歲的這個框架 是來自大家的輿論 對真的 所以我覺得真的沒有必要為了大家的輿論而來嚇自己 現在的階段就是 我只要自己過得開心 我知道我自己要什麼 我覺得這就夠了 對 就是你只要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每個人的那個時鐘一定不一樣 對 那如果你只要在自己的步道上好好努力 然後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很重要是要做自己開心的事情 對 就是那個開心不是說突然只是很爽 是說真心的喜悅 是說真心的喜悅 喜歡你在做的事情 嗯嗯嗯 喜歡你的朋友 這樣才是最重要的 天啊我真的覺得我大概有一滴淚要掉下來 現在的你想要對20幾歲的你講一句話 你會說什麼話 其實我昨天也想了很久 我到底會想要跟20歲的自己講什麼 就是我覺得我自己還滿Live at the mall 出國了有一段非常漂亮的 非常美好的經驗 我覺得那也很夠 但是我覺得 在金錢方面 我會想要多做一點投資 嗯 對 對 我那時候可能就是只有存錢 但是沒有開始在研究投資這件事情 金錢這個東西 你要提早去了解投資的東西 對你要越早了解越好 正面的人很多開始用不同的方式去投資 對 然後發現投資其實超重要的一點事情 但是還要提醒大家 就是投資一定要研究 不要亂投資 不要亂投資 就是要拿你可能例如說 你先試個10%就夠多了 不要說什麼 我放80%金 絕對不要做這種事情 對對對 好啦那最後我想問你 20歲21歲的你 想要講一句話 你會想說什麼 因為我會覺得 人就是還是要好好生活 然後去做 就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不要就是 籌疏不前 然後或是 不去嘗試新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人就是 人通常會後悔 都不是因為自己嘗試過什麼東西 而是他沒有去嘗試什麼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要勇於嘗試 然後 you only live once 真的 but if you do it right once is enough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要哭了 我一直覺得真的是這樣 大崩潰 講完都連幾乎疙瘩 對啊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大家要把握時間 然後勇於嘗試自己要做的事情 然後好好的生活 就是生活不是度日 是說你去可能去好好的感受 你每一天在做的事情 好好的去跟你的朋友好好的聊天 好好的去活在當下的每一分每一秒 Be there Be in the moment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們沒辦法改變過去已經發生的事情 我們也沒辦法直接去控制未來 就是我們所擁有的就是當下 對 就是right at this moment 我們擁有的就是現在 我想幫你寫一本 Nina黃名言 我超多名言 Nina黃真言書 對 就是你真的要去把握當下 All we have is now All we have is now 要好好的珍惜當下 然後珍惜身邊的人 珍惜可能自己好的工作 珍惜對你好的人 然後也好好的去付出 對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生活的方式不一樣 就只是要找到那個讓你覺得很舒服又很快樂的方式 那今天就到這裡啦 很高興邀請到Nina來跟我們分享這一集 讓我快要掉淚了 不要哭不要哭 快要掉淚的一集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這些事情 我剛才算生氣了 沒有哭沒哭 好 反正就是我覺得這個主題 算很在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 你自己也很生活化 你自己也都知道 但是我覺得當你在認真的去想一下 或者是你真的像在我們這個階段的人 你是不是也有一樣的想法 然後你會想要對於二十幾歲你想講什麼話 comment below comment below yes hasta luego 去吧 臉 我们下期再见